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一般来讲的话我们除了MP4和MPfile的这些传统的软件之外呢 还有一个网站叫G6也是非常不错的方便大家呢去看一些图形 所以大家如果是有任何问题还是老规矩在 section 里面可以把我评论出来 你好 这个网站的Tradingville呢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是多一些视频上的网站内的一些教学和制导 那么就是说的内容呢 就是小几点 那么它里面呢有一些券 在这个券里面呢 就是看到了所有的这个金融产品包括股票 这个呢是安护股票的 然后结果股票的这些传统呢 也是在保股票 它只要放行刀的这个因素呢 是 它反正说都是新的不是很容易 而我们就是 现在可以听见吗 现在呢 现在不知道大家有可不可以听得好 听得更清楚一些 比刚刚啊 现在好了 那行 那我们就继续好了 那么这个呢 网站呢 就是Tradingville 大家呢可以辅助的进行一些中长线的判断 因为它的反应呢 可能不是很快 但是呢 图表上的一些参考还是非常不错的 比方说这些非关大切的这些图形啊 我们画出来之后呢 它的这个图表非常好看 像彩虹一样 但是在MT4上呢 大家看的可能就是非常的模糊 那么MT4如果我们想要改掉这个背景色 比方说黑色底色太难看了 属性里面呢 我们就稍微改一下风格 在这里 风格里面呢 Black and White 这里就点到 点掉它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改一些这个颜色 比方说向上呢 就是阳柱 那么大家呢 传统都是红色 对吧 或者是这个 有人喜欢用绿色上涨 这个就 大家根据自己情况来 那么红色上涨呢 我们这里就调一下 那么绿色呢 是下跌 这样呢 大家就看起来啊 在一个 浅黄色的 这样的一个背景图 下面呢就会稍微更清楚一点 一点啊 好了那么就是这样的一个图形 那么底下呢就是双线MACD 因为大家呢 很多人是MCD呢 啊 这些技术指标用的是跟股票市场上是一样的 啊 那么MT4里面本身 或者MT5自带的这个指标呢 不是很好啊 它是单线的 那我们如果是要改成双线的话啊 那么大家就要在最下边啊 这个市场 啊 就是在最下边的这些市场工具栏里面 还有信号文章 那么在市场里面呢 就会有很多的信号啊 所以说大家这些东西啊 要熟练的去应用 不然的话啊 自己在交易上面呢 会有很多的这个就是啊 工具啊 都白白浪费了 都没有用到 那我往上戳一下 那么这些呢 都是市场里面的 它有收费的 有免费的 我们根据自己的情况来 基本上呢 初级的免费的 就能够满足我们大家的一个基本的使用啊 如果是我们想要一些指标类的 那么就在这里啊 我们看左上角这个位置 有专家export专家指标indicator 指标呢 就是我们常说的啊 KDJ啊 还有这些什么啊 Fibonacci啊 这些都是指标类的 那么程序库呢 我们暂时用不到啊 所以说呢 大家就是在指标里面找适合自己的就可以了 我们每个人呢 这个性格不一样啊 所以说呢 大家有的是做长线 有的是做短线 有的是做日内的 那么一般长线我们是看什么呢 长线呢 我们就是看日线 大家看一下这个呢 就是澳元对新兰的纽币啊 今天呢 是下跌的幅度比较大啊 昨天和今天下跌都很大 那么连续跌破了这个支撑线啊 我也是呢 进场 但是呢 也是被套了 这个被套了呢 大家想要记得啊 就是说不要轻易的去加仓 那么我们在一个价位里面啊 一个波段的价位 比方说 我把这个在这里自己放大一点 就是我们的目的啊 始终是为了赚钱 比方说 他在1.07啊到1.08的位置 我们其实呢就告诉他过大家 这个位置呢 呃不是很好 因为比较偏于中间 对吧 因为上方呢是1.10 1.12 1.13 那么下方呢是1.03 1.04 1.05 中间呢就是1.07 1.08 但是假设低于这个价格呢 比方说是到了现在的1.06 啊 068 或者0.9啊 那么我们说就可以考虑去进场买入 那么这个时候呢 如果是买入了 我们啊 账户上是有一万澳币的话 一万澳币 那能买多少呢 还是老样子 因为我们不可能一次性啊 买在最低点 所以呢 这个资金呢我们一般啊 会分成三份来用 三份 那么第一份呢 我们大概呢 就是3000的使用资金 对吧 三分之一 差不多 那么3000澳币呢 就要算一下 那么我们最多呢 就是亏680块 对吧 所以呢 我们最多呢 差不多是能买0.4手 那么在这个价位 也就是说1.06 到1.07啊 就是在1.06到1.07的位置 我们一共就买0.4手 所以呢 这个就是计算出来啊 我们最终的一个买入的结果 就是这么多 因为呢 很多人呢 教大家的是什么呢 是图形上的判断 方向上的判断 那个其实呢 就是判断正确率的一个东西 啊 其实呢 我们说大概都是有50%的运气成分在里面 而资金管理呢 资金管理是非常重要的 资金管理能够帮我们把运气成分降到最低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在1.06到1.07的时候 经常假设我们错了 那么往下呢 我们还有三分之二的概率 让我们的资金呢 去啊 获利 就是说我们一次性失败呢 不代表全盘的一个失败 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呢 我们就会把运气的成分降低 那么假设价格继续下跌到1.05 那么我们还是用刚刚的策略啊 那那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派多少资金去买入呢 其实这个呢 就像古代我们调兵打仗是一样的 如果我们啊 第一小小部分的这个军队啊 失败了 那么之后呢 我们的部队呢 还能有多少人能够往上顶啊 顶住 那么这样的话 在整个战斗最后 我们胜利就可以了 所以呢 我们可能把整个战斗呢 分成几个小的战役去打 那么这样的话 整个资金安全就会大大提高 所以呢 我们的风险就会降得很低 那么整个的这个交易手术呢 就是这么来的啊 一定要倒推法 很多人最近交易黄金啊 黄金赔了 黄金赔的人呢 很多 为什么呢 因为他啊 波动是比较快的 哎 这个叫 SAU USD 那么就是黄金 黄金呢 他是日线级别 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这个呢 是日线级别 就像我自己也是一样的啊 当他刚刚下跌的时候呢 我们可能会抢一个反弹 但是呢 一旦他产生日线级别的航行的时候呢 我们一较顺势 或者是如果我们不确定的话 我们就观望 还是这个图好了 啊 我们再看黄金 对吧 黄金呢 是日线级别 很清楚的 他走出了这样的一个图形 我给大家画的明显一点 那么在一个下降的区间 到里面 目前呢 就是黄金的一个非常弱势的一个相形的震荡整理 对吧 我们其实呢 最简单的图形的画法呢 就是 啊 那这个有效性就更高了 那么再往中间来看的话 他的中间呢 会有一个区间带 整理带啊 就是这个位置 我把它描一下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把目前的黄金价格呢 分成两段了 啊 上边呢 就是这个 啊 这是白银 不好意思啊 黄金和白银也是一样的 我们先看白银好了 白银呢 在17块3毛6和17块6毛5之间 是他的这个区间整理带啊 就是我描的这个黄色的部分 那么上面的高点呢 就是19.5 就是今年的一个 就是在最下边啊 就是16点16.46附近去买入是最安全的 那么在17.83去做空是最安全的 因为这个的话相对于止损点也非常的容易去画出来 止损点的话 我们就是再往上移一下 这里啊 止损 对吧 那么这个呢 止损价格就是18块一毛7 如果我们要做空的话 那么这个小箭头呢 其实也是告诉我们 哪里可以做 做空啊 这个价格的走势 就给大家再画一下啊 就这里有小箭头 这里有小箭头 那么这些小箭头呢 其实配合的是MACD 啊 大家看一下 这个MACD呢 其实在这里就已经形成死刹了 形成死刹的这一天的价格呢 最低到了是17块6毛5 17块6毛5 现在价格呢 只有17块 对吧 所以呢 他还是从这个死刹之后啊 MACD的这个死刹 又往下 再下跌了至少五毛钱的一个距离 MACD呢 其实在别的产品不是很适用 但是在黄金和白银里面呢 还是比较不错的参考 因为呢 还是老样子啊 它是一个周期性的 也就是日线级别 一定形成行情 一旦形成行情之后啊 它会连续几天啊 至少三四天五六天 那么这样的话 MACD的作用就会体验出来 因为它是一个趋势性的 对吧 我们再用竖线来看一下 MACD呢 在黄金和白银上面的表现啊 我们先看这个白银 白银的这根线啊 这根线就是MACD的这个线 我看一下给它画的粗一点啊 这样的话 大家看的比较清楚一些 那么这根垂直的这个竖线呢 在底下MACD 就是它刚刚死刹交了之后啊 的一个点位 那么配合的就是我们上边的啊 对吧 大家看一下 那么就是上面的这一根垂直的竖直的 这个红色的线 那么这根线交叉形成之后呢 证明它的这个区的啊 区间的下跌的这个通道啊 就基本上开始打开了啊 还没有形成这个时候 什么时候形成的呢 证明它有效性的就是在这个十字星 这个位置 那么下方呢 我们也是看到 MACD这里啊 它是背离的 就是说 他们本来呢 短线想要上穿这个红色的长周 长周期的这个线啊 但是失败了 并且MACD向下的一些小柱子啊 这些红色的小毛次往下的 是在逐渐放大的 那么配合上边的图呢 就是这里啊 中间的这四根绿色的图 其实呢 如果是大家不借助MACD一些指标的话 那么可以完全也是可以的啊 就通过我们说是裸K 那么MACD本身呢 是一个统计学的原理 裸K是什么意思呢 我把这个底色稍微调一下 感觉跟黄颜色有点稍微冲突了 调整一个稍微粉一点的 那么在这个十字星出现的时候啊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中间的这个十字星 这个十字星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清楚 就是黄颜色圈起来的这个十字星 十字星呢 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信号 往往的预示着价值的下跌 那么在高位呢 这种这种下跌的图形啊 也是非常不好的 也就是说阴线包了阳线 那么在创新高的时候 如果是之后有一天啊 下跌的这个阴线啊 迅速比前一天的这个阳线下跌幅度要大 那么有可能会意味着逆转啊 就是行情会发生逆转 那么这个呢 两个点大家要记住 一个是十字星啊 十字星另外一个呢 就是阳线包阴线 或者是阴线包的之前啊 包住了之前一天的这个 呃就反过来了啊 相当是趋势性的一个反转 那么这个呢 大家都是要注意一下 在技术图形上 我们每次的网课啊 尽量就是给大家全部集合到啊 分享一下我们的技术分析和基本面 这样的话整个的这个行情呢 大家都会有一个相对客观的了解 那么黄金呢 也是回到这个1470美金目前啊 他的主要原因呢 还是一样的 基本面没有发生特别大的一个转变 除了之前让他从一个价位啊 就是在 我看一下黄金哪里去了 这里 让他从这个上一个价位啊 跌下来了之后呢 他现在没有再让他 打开一个新的区间 黄金的一般都是50美金左右的一个阵筒幅度 我们可以看一下之前的一个情况 黄金呢 在这个去年啊和今年基本上都是在1350美金以下 那么在今年初呢啊是今年年中的时候啊是打破了1350美金 一直是跑到了1550美金 目前呢 那他的这个啊走势啊会比这个白银啊更有这种区间通道的感觉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些线呢 大家其实应该都是仔细会画的啊 在这样就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了 我们是有三次啊 一次两次三次交叉 那么上方的一次两次三次居然也是三次交叉 形成了一个非常强的一个支撑 或者是阻力的一个下降的一个通道 目前的话美股还在创新高 从基本面上来讲的话 我们依然是不能大量的说是看涨黄金地址到1500美金以上 因为目前1500美金呢就是已经是存在一个相对的顶部了 啊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澳币呢 今天下跌的幅度比较大 也是出乎意料的 因为澳洲澳联储公布的 不是澳联储是这个呃就业率啊 公布的还不是那么差啊 比较好 但是呢依旧是下跌的幅度比较惨 我们看一下这个澳元对美元的这个图形 那么他也是啊 一直是在缓慢的下跌 我再把这个图形缩小一下 大家看这就比较出现了 澳元对美元呢 从这个18年1月份啊 开始呢就是一直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啊 非常完美的一个下降通道在这里 每次呢达到这个下降通道的高点 他就下来了 我们在今年呢 这个通道变缓了 因为他的下降通道的下方变小了 但是呢依旧是非常有效的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所有货币都是澳元对美元的走势是最公整的 就是他非常符合我们的这些规律 我再看啊 咱们再看一下之前的一些走势 就是这里包括这里的上升 对吧 这是在17年的5月份啊 左上角的这个图形 也就是说澳元对美元在上升的通道的时候呢 也是走的非常公正的 那么下降的时候呢啊 也是非常好看的 就是压力位 对吧 大家看一下 那么这些呢 大家就是可以完全把它 包括这些图形呢 画出来 然后作为一个指标上的一个参考 那么这个呢 是下降速度最快的啊 就是协力最高啊 不对 这个左边的这个应该是下降速度最快 对吧 这是在17年的10月份 下降速度是最 在2018年的2月份啊 又开始下跌 所以呢 澳元对美元啊 是非常符合这些 呃 区间通道的 那么在日线级别上 大家就会有一个非常不错的参考 那么在现在呢 目前的这个价格趋势里面呢 啊 大家看一下 对吧 下方也是非常明显的一个支撑 非常的公正 我们左边开始 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六次 六次支撑 那么阻力呢 一次两次三次 然后又转成上升啊 整个上升通道是一个非常协力非常高的 那么下降呢 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支撑 上方阻力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六次七次八次八次阻力 那么再看最近的这一次通道是2018年11月份形成的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五次下跌阻力 那么上方呢 如果是想要上去的话 真的是非常的难 那么澳币目前是下跌 也是在技术图形象属于一个比较常态了 那么大家再看一下MACD MACD底下在这个这种时候的表现呢 就不是很强了 那么澳元对美元呢 大家就不能看这个 它就像是RSI这样的一个指标 那我把它插入进来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么它呢 比MACD更好用一些 RSI 好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两者的一个区别 那么RSI在高点的时候 我们可以去找一下 还有低点 底下左下角 2017年4月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 我把这个消息意义 RSI到了30的位置 对不对 就是这个蓝色的线 我把它移到30的位置 就是2017年4月份的时候 那么对应的澳元的指数呢 是在这个位置 对吧 两条数值的线重合了 那么这个呢 就是进场的最佳买入的机会 是不是正好是最低点啊 所以呢 RSI呢 在这个情况上啊 这个准确度还是比较高的 那么再往后看呢 这里有一根30的位置 那么这里也有一根30的位置 两次呢 形成了一个底部 类似于一个W的形状的一个底部 那么往上 我们再看 对应的这个价格 是在什么位置 是这一天和这一天 这样就重合了 对吧 这也是之前的一个下降通道的两次的底部 我们把它放大一点 看这样的话 大家可能更清楚一些 线太多了 这里 我把 如果我们想要往后滑的话 左上角呢 有个自动 滚动图表 把这个自动滚动图表给去掉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往后滑了 这个往后拖 这个图形 那么我们找到SI30的时候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正好是这个地位的时候 我给大家再描一下 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 图形上比较乱啊 我再清一下 那么每次我们都能学到一点新的这个交易上的一些小技巧 那么这个呢 大家看一下 就是在这个交叉位置 那么这根线呢 就是在这个交叉位置 对吧 我们在通道 就是斜向下的一个通道 和垂直的这根线交叉的位置呢 就是最佳的一个买入点 啊 这样的话 大家就会非常的清楚 那么在第二根黄色的 也就是说在2017年10月20号这一天 RSI呢 到了30 那么大家看一下 之后呢 啊 一直在上涨 对吧 一直在上涨 我把它描成黄色的啊 这样的话清楚一点 这样就一直在上涨 所以呢 RSI呢在这个啊 是准确度是非常高的 那么我们再往后看啊 验证一下 是不是还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们再往后拖 RSI呢在什么时候到达了一个高位呢 在这个位置 啊 我把之前的这些垂直的线先给去掉 这样的话不然太乱了 如果喜欢美术 或者是从小就比较有创造力的人呢 一般画图会画得非常好 做交易呢 其实除了基本面分析呢 就是技术图形上的一些画线了 那么在这一点开始呢 其实呢 RSI就已经是到了这个70以上了 一般的70以上就是可以做空了 但是呢 我们会发现这个时候呢 其实它交叉的点是在哪个点呢 是在这个点 对不对 这个点 也就是说在0.788的位置 那么也就是说在这一天 如果是到了0.788我们做空的话 那么它其实呢 往后又是下跌了两天啊 到了这个0.772之后呢 又是到达了这个支撑线 又开始往上走了 那么澳元的这一波上涨呢 涨势非常猛 非常凶猛呢 我们再把它这个线画的近一点 好了 大家看一下啊 那么这个区间通道 顺着这个通道往上涨 一直没有下跌的幅度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如果是要止损的话 大家应该怎么办呢 大家就是在这个通道啊 因为它的斜率太高了 如果呢 我们在这个位置做空 那么在这个点 我把它标出来啊 就这个交叉点 十字星啊 十字星还有一个斜向上的这个位置 那么这个价格呢 是0.7905啊 也是个非常好的位置 最佳的一个做空位置 那么如果是啊 它未来继续往上走的话 那我们会容易去设置 准价格 设在哪个位置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去参考 往前 往前看 哎呀 太乱了 好了 往前看 我把它缩小一些 先找到我们刚刚的这个图形 大家应该是找到了这个位置 就是在中间啊 中间这个偶化黄色圈的这个位置 这个呢 是0.7905的位置 那么它如果说我们做空了 但是我们要设止损的话 大家看前方是不是有个高点啊 这个高点呢 是0.8010 这个高点 0.8010 我先把这些红色的线啊 都去掉把之前的 好 这是现在只有一根水平线 那我们再画第二根水平线啊 那么在最上面这根水平线呢 就是0.8050 啊 8050 就是之前两次的高点 那么如果我们要设置损 我们会发现 0.7905和0.8050之间呢 大概是有150个点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还是应该 就是要么设置损 要么我们就是分两次进场 因为它向上的一个通道 走势非常强 我们如果是做空的话 就是逆势而为 那么RSI呢 在理论上来讲 我们不建议逆势而为 去做这个转折点的一个交易 但是呢 如果我们想做的话 那我们一定要设置损 止损呢 如果是计算出来是150点 那我们能下多少的量呢 这个大家也可以计算出来 如果我们账户里只有一万块钱 我们认为啊 可能未来呢 会涨到0.8050 那么在这个区间里面 我可以加几次单 我可以去设多大的一个止损 那么最小的一个开单量是多少 那么大家就可以去算出来 所以呢 在逆势的情况下啊 就是说上 它是一个 首先我们判断 第一点呢 是澳元对美元 我们第一点呢 就是判断它的通道 第一 判断通道是向上的 还是向下的 第二呢 就是看RSI 我们尽量顺势而为 因为我们刚刚看到了 就是地势啊 如果是我们地势 它是通道是向上的 但是我们是向下在做这个 反向在做这个RSI的 卖出啊 做空 那么可能就会亏损比较严重 但是呢 如果是啊 我们去在顺势而为 我们再往看到之前的啊 顺势而为 就是在这个位置 就是2017年5月8号的位置 对吧 如果呢 它形成了一个向上的一个通道的话 我们在逢低去买涨的话 那么这个正确率就会非常高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还要就是结合一下 辅助性的啊 先看RSI 有没有好的场点 然后呢 再看MACD MACD呢 就是看它是否是有趋势的辅助 我们的趋势是否是正确的 如果趋势是正确的 我们就可以多拿一段时间 因为难免我们买入之后呢 会产生几天的亏损 但如果是趋势是正确的 我们就可以再等一等 所以呢 先我们判断人工的一个通道 是否形成 再呢 看RSI 我们是顺势去做 那么选择买入点 买入点 然后呢 我们再通过MACD 趋势性判断什么呢 判断的是迈出点 那么基本上呢 这些简单的技术指标呢 就能够帮助我们去减少交易量 提高正确率 所以呢 这个呢 就是简单的一些技术指标上的应用 我们看一下英国呢 是有一些 大家看一下英镑果然是下跌的 对吧 那么大家也可以拿出自己的手机 看一下这个情况 因为刚刚我们判断的才这个数据不是很好 啊 所以说呢 是利空英镑了 那么英镑在一分钟图形上呢 刚刚公布了数据从1.2862 下跌到了最低段是1.2850的位置 目前是1.2854 大概下跌了10区点 因为这个数据不是特别重要啊 只是一个记 10月的啊 记掉后的一个销售月率 是一个月率 并且呢 是10月份的这个不是很重要 像什么时候比较重要呢 是12月份的啊 这个数据就会比较重要 那么10月呢 他预期是0.2 公布呢 是负的0.1% 那么可能就会让他下跌 那么下跌的幅度 我们刚刚也看到了 就是10个点左右啊 因为数据不是特别重要 但呢 又是利空的啊 所以说就是这样的一个幅度 那么还有一些其他的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就是10月的这个基调的一些 年利率啊 也是不及预期公布 只有2.7% 预期呢 是3.4%啊 所以呢 黄英镑对这个美元小付走低 啊 所以呢 这些数据其实对价格的走势呢 都会或多或少 有一些影响 一般来讲的话 政治上的一些影响呢 大概是在100点以上啊 英镑像之前脱欧 都是在100点以上的一个行情 那么央行降不降息啊 新西兰 对吧 最近新西兰公布的利率决议 那么也是100点以上 我们可以看一下图形 新西兰的纽币 NZD 大家要非常熟悉这些货币堂尔的价格 以及他们的因素 影响因素 背后的代表了一些市场情况 那么这个呢 就是新西兰的纽币的一个走势图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纽币这个新西兰的不降息 结果导致呢 价格啊 这是上涨的价格 是从0.6330一直涨到0.64以上啊 大概是接近涨了100点 所以呢 因为新西兰的纽币啊 波动会比欧元啊 英镑会小一点啊 所以说正常其他的行情呢 可能就是100点 他呢可能是八九十点 稍微少一点 所以呢 这样的话 大家就了解了 那么一些小的进去数据呢 可能就是10点啊 一些不重要的 像GDP可能稍微多一点 对吧 像这个CPI可能也稍微多一点 失业率啊 稍微多一点 啊 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月度的啊 月度的 这些数据呢 可能就20个点左右啊 更少的像10个点都有可能 那么平时呢 我们大家如果是没有啊 比方说今天什么重要数据都没有 其实根本就不用担心啊 因为市场所有突然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情况的变化 那么财经日历呢 就是在金石数据这个里面来看 之前呢 我们还有华尔街电文可以用 但现在已经是被中国大陆给封掉了 啊 所以说言论的这个 大家还是要客观啊 有一些东西呢 我们看到的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但事实上不一定是啊 包括投行公布了某一些数据啊 都不一定是这样的 那么最近特朗普又是处于一个被弹劾的一个阶段啊 所以说大家要注意美元和美国的这个股票的一些风险啊 另外呢 这个美国美联储呢 最近讲话也是比较频繁的 那么在周五呢 大家也可以先看一下本周呢 有哪些重要的一些数据 如果大家做原油的话 EIA这个原油股存啊 一定要记得去跟进啊 这个数据呢 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欧元区呢 有CPI数据啊 这个呢 是明天的 那么美国呢 也是有10月零售销售月率 那么美国的这个数据 重要性就会比英国的要高一点 啊 因为美国的这个 在贸易上啊 都是要看这些数据的趋势 那么底下呢 就是美国的这些啊 讲话 包括美联储啊 纽约联储主席 还有其他的 这些大家都要记得啊 如果是有时间的话 都可以去看一下 还有最近呢 我们看到的就是王思聪的这个情况呢 啊 这里啊 正好还有一句啊 这个是万达有10亿美元的外债啊 比我们想象的还要高一点 万达商业有10亿美元外债额度啊 将分别于明年4月和3月到期啊 大连万达有2.5亿美元外债额度 目前呢 据说王健林的负债大概是接近2000多亿人币啊 王思聪的目前也是基本上处在破产的这个边缘啊 申请这财务都被就是资产都被冻结了 那么从他其实完全能够看出来零售业和这个线上线下的这个行业都不是很景气 所以大家在未来投资一定要注意风险 我们在这个股票投资上啊 很多钱呢都是比较中场线的 那么外汇上面可能是偏短线的 所以呢大家在未来要注意这个啊 整个的金融市场的一个系统性风险啊 就是说可能无一例外某一天突然呢 又像重演了去年年底的那种情况啊 股市大暴跌 那么最近的香港方面也不是很太平 我们如果开新闻就知道 虽然我们不能说啊 广播也不能说 哪里都不能说 但是呢 这种机会大家以后要自己抓住 就是一旦政治不稳定啊 或者是政治有动乱的时候呢 这个股市啊一般八成都是下跌了 对吧 因为香港的汇率我们没办法做空 大家就可以做空香港的股市 对吧 我们看还是这个政治呢会影响它非常大啊 至少一百点以上 那么香港香港最近呢也是出了很多的问题 也包括这个啊 又是游行升级啊 示威升级 那么大家看一下香港股市从报道以来啊 出了这个消息以来 已经连续下跌了五天啊 这个跌幅还是很大 从两万七千八百八十点 最高点跌到现在两万六千点啊 其实基本上跌跌掉了快一千五百点啊 这个幅度还是非常大的 那么大家呢 就基本上是两个点 一个呢就是基本面 基本面加上技术面 好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都可以非常欢迎大家去问 啊 还有这个如果是觉得自己最近做投资不太顺利啊 像我最近做的非常不顺利 并且呢平时也比较惨啊 那可能这段时间就不适合做交易 大家可以稍微歇一些 这都是可以的啊 比方说像我上周啊 跟大家讲过了脖子受伤了啊 今天呢啊 车又被贴了四百多块钱啊 就车被拖走了 停在这个偷位啊 就是叫 偷位啊 就是车被拖走了啊 要425块钱啊 这已经不是我第一次车被拖走了 所以呢 呃最近这个人品可能不是很好啊 运气不是很好 所以呢 做交易呢 澳元堆牛币啊 一进场就被套了 啊 所以呢 如果大家觉得运气不好的时候呢 啊 可以想一下啊 是不是最近这个市场 跟自己的这个风水不太符合啊 大家可以比方说 不吃肉啊 少吃 少吃酥水 不要吃生育片 啊 多看这个 多修身养性 看看市场的一个情况变化 多看少动 不是每一次 我们都是 适合我们的交易机会和投资机会 所以呢 大家要 就是耐得住寂寞 这是金融市场上比较重要的一个点 有人问这个NCM这些金矿股可以买吗 啊 可以 还有人说 川普一发中国推特啊 就得赶紧买黄金 这是比较科学的啊 这个推特跟黄金 或者是啊 持有黄金股票始终是可以的 并且呢 我也是一直持有的 像我买的这些股票 啊 今天涨幅比较大的 叫NAN 大家应该都知道 啊 很多很多人都知道我买了这个 今天早晨也说了在这个广播里面 啊 NAN 那么黄金我买的呢 是SBM 啊 今天NAN上涨6.15% 像这种股票呢 我都不看到 我买了 我就放在那 我今天都不知道涨了6.15%这么多 那么呃 像很多好的 包括这个SBM 我认为也是可以的 虽然它最近也没怎么涨啊 但是我觉得呢 问题不大 因为我买股票呢 是就是开很简单一件事情 就是价值 价值和价格 到底谁贵 如果价值低于价格了 比方说AMP AMP 它呢 有2000亿的资产 对吧 它也有2000亿的负贷 它有10个亿的净资产 但是呢 当它前段时间啊 股票价格跌到1块6毛5 1块7的时候 1块5毛几的时候 我们就算1块7好了 那个时候它的股票市值只有57亿 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一家金融公司 它有2000多亿的资产 有2000多亿的负债 这很正常 对吧 那么负债的成本 比方说我们养老金啊 它可以给我们7% 可以给我们6% 那么AMP呢 如果是投资收益 是8% 9% 那么它中间净赚2% 对吧 两个点 那么对于2000亿的盘子 两个点是多少 是40亿啊 对吧 它只要今年 或者是明年赚的钱呢 比去年多1% 那它的利润呢 就会高20个亿 而它目前的股票市值 只有57个亿 你说是不是很大程度上 就是被低估了 对吧 它大不了 不小心 对吧 明年赚了个3% 对吧 那就赚60个亿 完全比现在的股票市值还要高 所以说是严重被低估了 那么我们要看来 就是最核心的这个东西 就是价值到底是有多少 那么NNN这家公司呢 价值也是非常高的 首先它是垄断 这个已经说了很多次了 第二呢 它的技术呢 是有场景用的 并且呢 是可以扩散的 为什么呢 它是有云端技术 就是说 用它软件的人越来越多 用它的医疗设备的人越多 那么它建的这种云端数据库 就越来越完善 搞的就是大数据嘛 数量越来越多 第二呢 它又是打印机和墨盒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 相关联的这种感觉 你怕卖一个设备 很便宜 但是它用的试剂 这种一次性的试剂 非常贵 并且呢 用几次就没了 总得去买它的 所以呢 这些都是非常好的 这些 对吧 我想要不到任何东西 就是像打印机和墨盒这种 但是打印机和墨盒 不是必备的 NNN的产品是医院必备的 因为是防交叉感染啊 你感染性的 或者是有传染性的 这些医院疾病啊 都要去配备 这样的一个设备 那么SBM的话 也是啊 它的这个适应率呢 大概是八倍 我打在这里好了 八倍适应率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投给它一块钱 八年 它就能把这一块钱 给赚回来 你说每年的回报率 大概是在百分十几 对于一家公司来讲 这样的回报率 已经是非常可观了 并且它产出来的是黄金 风险是很低的 比矿业股低很多 我看一下还有什么问题 好了 好了大家目前是不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这个问题啊 SYD SPH 悉尼机场这是吗 SYD 这个是悉尼机场 SYD 没太看懂问题的意思 悉尼机场呢 其实从 今年中旬吧 今年中旬稍微推荐了一下 是因为澳洲政府啊 澳洲政府搞基建 对悉尼机场有一些政策上的扶持 但是呢 问题是悉尼机场三分之一的 这个旅客是来自于中国大陆的 所以中国大陆目前的旅客数量下降的比较明显 那么悉尼机场的利润也会下滑的 并且未来如果是油价上升的话 就石油价格上升到悉尼机场上升的幅度会比较小 目前呢 已经是到了8块8的一个位置 目前比较高 大家看一下 已经基本上是今年的一个高位 今年年初的时候是6块多 但是8块多 8块8 对于机场这种基建类的股票来讲 这样的一个涨幅其实已经比较高 因为它的空间比较小 不过好处呢 是现金流还是比较稳定的 美元对加元 加元其实呢 比较简单一点啊 加元呢就是看石油就行了 啊 美元对加元 因为加元这个产品呢比较特殊 它目前基本上处于被世界遗忘的一个感觉 加拿大 然后呢 又是总是会惹一些事 尤其是惹中国不开心 那么美元对加元呢 你可以看一下 基本上目前一直是在1.30到1.33的一个距离徘徊 逢低可以买涨 因为美元对它来讲始终要比它强势一点吧 目前的一个情况 并且呢 石油一直是被打压在60美金附近上下徘徊 如果什么时候石油能涨到80 啊 那加元可能还是要涨一下的 正常情况下的话 目前基本上还是维持这个震荡的区间里面 没有太大的一个三边行情产生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 那么下周二啊 我们悉尼的这个周二的网课 基本上目前是取消了 呃 所以呢 以后都是周四的网课 那么下周四呢 是由我们的这个同事啊 是一位女生 非常厉害 非常聪明 学习能力很强的 给大家带来全新的一些讲解 和这个 他的一些作为 呃 实战 就是理论非常强 那么初级的一个 初期的一个实战 跟大家 情况差不多 因为我呢 可能 我今天讲了 可能晚上的操作 马上市场发生变化了 但我来不及通知大家 但是对他来讲的话 啊 他的这个交易时间 可能跟大家都差不多啊 就是一年左右的时间 那么这样的一个初学者的水平呢 会遇见哪些问题 那么他呢 为什么又能够成长的这么快 啊 所以呢 比较实在的给大家讲一下 接地点的 就是说作为一个初学者 啊 会遇到哪些问题 像大家很多遇到的问题 对我来讲都是 不再是问题 所以呢 可能 呃 错过了 就大家觉得 这么简单的一个交易 为什么还没有赚钱 或者是这样的一个交易 为什么要这样 呃 那可能换一个人来讲的话 给大家不一样的一个事业 所以呢 周二的话 网课呢 就全部取消了 我们就是全部换成周四晚上 呃 不然的话 这个时间啊 可能是重复的内容也比较多 毕竟金融市场 它虽然变化快 但是也没有变化到 呃 那么快 对吧 大家就控制好自己的餐位 记得我们之前讲过的这些东西 基本面加技术面 对吧 它前两天是一块五毛几 一块六 这两天就已经涨了百分之二三十了 所以速度也非常快 一旦一只股票是被低估的 啊 那这样的话 大家会争相的啊 去抢这只股票的筹码 就不仅是我们的资金 而是机构 并且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 AMP底下会有大量机构的买盘 这是我们非常确定的 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了 呃 不是说呃 猜的 而是它确实底下有买盘的资金 并且是几家大型的机构 一直在买入 啊 这样的话 这种股票我们就不需要担心 那么并且呢 它在一块六 或者现在啊 啊 假设它两块钱了 涨到三块是有可能 对吧 当然说 从两块钱跌到一块钱 是不可能的 最终从概率上来讲的话 大家也是愿意去买涨的 啊 那么这样的话 就是我们能够去判断的 另外呢 美国股票呢 啊 大家要注意一个非常不错的 叫雅诗兰黛 雅诗兰黛的股价呢 我个人是非常看好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从呃 过去的五年一直是上涨 大概是七十块钱 涨到现在一百八十八块钱 美股呢 天然属性就是上涨 那么对于雅诗兰黛这种公司来讲的话 它的主要是两点啊 第一点 我们再去 再跟大家 解释一下 第一点呢 就是 人数 消费者是在 就是消费者数量 是在增加的 对吧 不管是现在的00后 95后的一些男生女生 都在买这些产品 他旗下的一些化妆品 保健品什么的 但是呢 啊 消费者的这个购买力 啊 也是在上升的 以前大家就是买一个口红 现在买20个 对吧 啊 这是单个 消费者的购买力 也在增加 所以呢 这样的话 它就变成一个乘数效应了 啊 所以呢 这种股票 大家一定要注意 未来呢 消费类的 像Cosworth这些呢 可能它的涨幅已经快到顶了 但是呢 亚诗兰黛这种公司的股票呢 可能还会有较大的一个增长股间 但是像苹果公司呢 它的增长也快到顶了 对吧 虽然它最近股价表现不错 但是谁啊 谁还能总换手机啊 不可能 但是亚诗兰黛的产品 你可以买了这个再买那个 可以用了啊 几个月用没了 就再买新的 但是苹果呢 可能它的周期呢 是几年 对吧 你可以用两年 三年 四年 它的周期太长了 啊 并且你的产品就这几样啊 不像这个化妆品 它可以有不同的品牌 对吧 还有不同的节假日 像圣诞有圣诞款 对吧 元旦有元旦款 你总要去买的 并且价格不贵 但是利润率是相当高的 啊 也不需要投入很多的研发成本 换个包装 就继续开始卖 那么这些公司的股票呢 长期都是非常不错的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 大家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支持 黄金这两天呢 还是在那个区间里面 区间里面交易啊 就是上下震荡 震荡慢慢下行 如果是美国股市下跌的话 那么我们再去买涨黄金多一点 现在的话美股还是在创新高 对吧 所以呢 不敢大量的去买涨黄金 少量的是可以的 好了 谢谢大家 祝大家晚安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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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